有多少人开灯就知道了 给媒体派也没关系 其他人我们请他都出场 国民党团突袭占领立法院党团总招林维舟 这个要求被网友酸爆 我们要求开电灯开冷气 然后其他人全部撤场 三家委员在里面 不只要求不相干的人通通撤场 还要求一场内要开灯开冷气 林维舟的诉求马上被网友做成梗涂嘲讽 网友截图写下占据一场没有时间限制 越走越好最好是三天三夜 最后强调但请帮我开冷气酸度破表 牙医师史书华也发文表示 当年太阳花可是一周都没有开冷气 还直言阑尾门撑不到24个小时 而踢到太阳花学运有不少人想到他 立委赖品渝当年爬上椅子山大声抗议 就有不少人在脸书上疯狂标注赖品渝 要他给点技术指导 而赖品渝就在脸书上发文 表示说到一场哪里最好躺 首推行政院官员作息底下的空间 走到也可以躺平 想独处还可以窝到桌子下 到现在路过都还有躺下的冲动 还说千万不要问是怎么洗澡的 你会怕 幽默回应笑翻不少网友 不过林维舟要求开冷气 网路上一片酸言酸语 国民党主席江启成也在现场表达强烈抗议 有一些人也刻意在网路上带风向 要批评这一次我们占领主席台的行动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来这里是抗争 不是吹冷气 直说是来抗争的 还说遭到破坏的公务 国民党会全部负责 只是来迎立委大动作占领立法院表达诉求 却在一开始就要求开冷气 也难怪会被大酸一顿 三星人最后报道